眼前柔和的灯光加上可爱的图样 不少人在乍看之下还以为是哪一间饭店所做的厕所 你一定想不到这可是位在三支区恒山国小的公厕 由于三支恒山国小其中的陶艺教室课程是学校的特色之一 而刚好去年正在进行厕所的改建工程时 突发奇想将学生的作品运用不一样各种的摆设方式 将小朋友的厕所打造的非常有艺术气息 因为我们恒山国小一向以来都一直有陶艺教室的一个空间 那孩子也会利用陶艺课来完成很多相关的陶艺作品 那我们一直希望能够为孩子找寻一个适合可以展现孩子作品的一个空间 那刚好搭配上我们去年教育局补助给我们整件厕所一条沟的这样子的一个工程的经费当中 在规划设计阶段我们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构想融入到了我们的一个设计图当中 在女侧的天花板可以看到有粉色系的蝴蝶造型装饰 而在男侧的部分则是营造出云朵挂在天空的感觉 校方表示其实眼前的马赛克砖墙可不是花钱找工人拼上去的 而是在老师与学生共同的努力之下利用假日自己动手一块一块所拼贴出来的 那这一面马赛克拼贴墙呢其实呢是过去我们孩子呢在绘画表现上相当用意的一些成果 我们把它做一个共同的一个展现 那利用假日的时候呢孩子跟家长共同来学校一起来进行这个马赛克拼贴墙的一个完成 那同时也让我们的孩子跟家长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学习跟展现的一个空间 在厕所入口处的外墙面更可以看到三只的在地特色 以可爱的胶白笋图样呈现学校特色课程的主题 而校方也希望这一间结合学校特色课程的厕所 不单单只是一个提供个人清洁的空间 更是一间让学生展现才能培育美学的艺术空间 记者许多安逸三只采访报道